認識台北就從台北探索館開始 在這裡 台北市盡收研地 無論是知名地標 文化體驗 歷史故事 免費為您導覽 其實我們都知道台北的交通非常便利 而且連吃的飲食選擇都是 從同班飲食到米其林都有 那住宿也非常多元 尤其在我們的方便交通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個行政區 都有不同的一個旅遊吸引力 那包括可能30分鐘 你就可能還可以去爬爬山 那這一次我們找了我們的地階旅行社 地階旅行社就是專門接國外旅客來到台北的 那我們都知道疫情這三年 其實國際觀光客是相對的少 那所以縱使我們沒有出去 就是去推廣 我們也可以在台灣 就是讓我們的地階旅行社多多了解 疫情這三年來 其實台北都沒有停止 台北有很多的新的景點 觀川局特別舉辦地階彩線團 宣傳台北新景點 包括北溢 北流 還有充滿風格的榮景時光園區 這裡就是原台北行務所觀社群 那就是原本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丁種的就是最低階層的育政人員住的單身宿舍 之前的話它是屬於華光社區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國就是109年之後 它開始決定就是開始修復這個地方 那因為曾經有過就是遊民住進來 那時候華光社區的居民已經撤離開來了 那就是有遊民進來 然後不小心把某一間的房子給燒毀了 就是這樣 所以文化局就決定再把它修回來 那修回來就是歷經到現在 現在才開始112年 去年111年開始營運到現在 那我們其實我們定位的是叫做 文創養生的照護的社區 我們有點叫做新型態的叫做EG動養模式 那E的話就是醫學的E 然後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區裡面 那動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希望來了這裡的人 是可以動腦動身體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課程講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設計一些讓生長者 就是無礙 附道 那我們這裡是服務0到99歲 當然甚至有100歲以上都可以歡迎過來 台北流行音樂曾橫掃中文世界 影響了數以11劑的生命 造就了時代的文化品味感染力強大 在這蜂窩的創作土壤上 曾經的輝煌與傳承如何 和展現 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長舍展就能洞悉所有 每一首歌曲在你耳中 承載著某個時刻的記憶 有日常的喜怒哀樂 寄託許多情懷 長舍展的部分呢 它其實算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講百年流行音樂故事的一個展覽 那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展覽 因為它其實裡面除了 一般你可以看到一些展品以外 我們在四樓 然後也有一個演唱會的體驗區 最近就是響音政府發放就是六千元嘛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推出一個 從現在開始到六月底 兩個人同行的話 就只要五百元的一個 票價的優惠 超級大卷是怎麼形成的 各位 你這張圖要看的順子 像你看這個藍和尺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是五百到八百個席位 然後的話呢 你看超級大卷一千五百個席位 基本上呢 它的舞台在這裡 大卷的舞台在這裡 然後藍和尺舞台在這裡 我們把它打開了之後的話 這中間有所謂的隔音牆 隔音牆然後在空氣層裡 打開了之後這整個的長度 是可以容納一架幾十七人的 當然你要把那個就是翅膀也拿掉了 你看可以那麼 這是非常長的 所以它整個就是可以容納兩千三百個席位 所以我們把它撐做超級大卷 而位於士林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這是一個充滿各種可人性的空間 近期吸引不少民眾對藝術的好奇心 建築本體由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 雷木庫哈斯設計 融合球體與方塊造型獨特 靈活多邊的空間 給觀眾帶來全新的劇場體驗 在原始的設計規劃段落 其實歐瑪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它認為公共建築應該要保持一定程度 對民眾的開放性 那這個開放性會展現在 北意的建築特色上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參觀回路 所以蠻推薦就是民眾不論是國內的 然後或是國外的旅客來到北意的話 一定要走這條參觀回路 因為它是一條單獨的動線 可以經過三個劇院的後台 那一般的遊客可以在不干擾演出團隊的情況底下 理解劇院怎麼運作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認為在建築設計上面開放性的一個 非常突破性的一個做法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整棟建築 其實有三面都是用S型玻璃去圍繞 所以一般的觀眾或遊客 其實在路過這棟建築的時候 你可以隱約的看到在劇院內部的活動狀況 我們很多朋友其實會在大捷運經過的時候 會看到北意的十一樓的排練室 他會看到今天可能有團隊在裡面排戲 那這個隱約看見的這個關係 其實會引發一般民眾的好奇 讓它更靠近這個劇場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建築設計上 其實很有特色的部分 暢游台北陸地新景點 也可以長陽在波光烈焰的河水上欣賞夕陽 不時有跳離水面的魚兒伴舞 大道城發展出獨特的清淡水和玩法 讓大家在台北也能享受到 魚水共舞的美好時光 在整個夏天 7月1號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時分到晚上9點鐘 我們這個陸域上面有很棒的 很浪漫的燈光 船上也有燈光 你從路上看水上 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風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遊樂設施 你就是說我們這裡整個夏天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想天天這個船 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體驗 還有還有想要跟大家第一手消息 我們都知道大道城情人節就是煙火 那在今年夏天我們有7加1場 也就是每個禮拜會有一個比較小場的 那8月20情人節的前夕 其實還是一樣有大家 這幾年來最想看的煙火 所以在今年夏天真的不要錯過台北 大道城碼頭可以享受河安風光 還有貨櫃市集 音樂美食器具以及煙火秀 夏季遊城搭配藍色水路和主題日優惠 保證讓民眾有個難忘的浪漫回憶 記者汪郡飲品已採訪報導